哦好 今天晚上我是威神 但是此刻在这个舞台上 你是我的神 2013年海青这一轨 直接颠覆了国民好媳妇的心下 这段让观众尴尬到脚趾抓地的视频 发生在2013年 快乐男生的总决赛现场 而海青的这段大胆施爱 只是开胃小菜 因为接下来的大胆发言 直接把当晚的欧豪下的头皮放马 说完 海青张开双臂 仅用跑来向他致谢的欧豪 玩归玩 但你知道海青为何会出现在快男的舞台上吗 他此举的意义 真的是为搞笑博眼球吗 作为演员的海青 并非是当晚的评委 他的身份叫做威神 威神独立于四位评委之外 不需要考察选手的专业度 也无需表现的高高在上 他可以任意与选手互动 因此在林一轮帮唱欧豪时 他们俩就与海青来了次贴身互动 威神有表达喜欢的权利 但却没有决定投票的资格 因为威神的身份 实则是场外观众的化身 他的投票权就要根据场外的选手话题讨论度来决定 谁的讨论度最高 威神叫把票投给谁 这便是当年快男的创新之处 当年的淘汰类选修节目 不光短信投票被明令禁止 就连节目上也被调到了晚上十点后播出 为了达到最佳的效果 快难坚持到半夜直播 为了增加观众的参与度 节目组增加威神机制 实现场内场外实时互动 因此海青这一轨虽然看着尴尬 但在大环境下 其实是选秀节目勇敢创新突破的提前 当谷爱玲以紫微星头衔横扫娱乐圈时 网友们早已选好了下一个天之交词 他就是海青的儿子淡妞 于17岁考入斯坦福大学 19岁包揽两金一银的谷爱玲相比 淡妞早在十岁便碾压了北大清华学子 仅仅一副铅笔画便卖出了三万元高价 要知道三万元相当于三个清华毕业生的平均工资 而淡妞的成就却不止于此 八岁采用全英文写作 呼吁关注女孩平等教育 十岁参加亚洲游泳锦标赛 一举夺得的三金一银 精通斯诺亚 大提琴 山水化等多种才艺 2016年海青与陈树 梅婷 蒋琴近四位女生首邀拍摄某大牌杂事 而杂志的封面上便是淡妞梅兰竹菊的书法作品 对于儿子的优秀 海青不惜反忧 但总会想尽一切办法干扰儿子学习 毕竟十几岁的淡妞在坐长途飞机时 想的不是休息和看剧 而是给自己安排的七八个小时的自主学习 海青惊讶于儿子的不同 殊不知他忽略了很重要的家族基因 海青出身于江南望族 精灵干世 祖辈干西曾中敬世 后任知府 海青的童年便是在有着三百多个坊间的干家大院度过的 虽然后期家道中落 但海青琴棋书画一样也没落下 在电影学院海青即使专业第一 也仍会排练到深夜 劳累吐血更是家常便饭 至今仍是北电的一段佳话 当年大师姐 一个是海青 还有一个大师哥 黄海波 他们两个当时是班领 已经是专业最好的了 但是他们就偏听熬夜排练 基本上不懂睡觉 然后说最后累的 你们海青大师姐都吐血了 这份精益求精既成就的海青 也让他坠入过了无底深远 这应该是我见过最尴尬的颁奖典礼 我们在这个行业里一直坚持 基本上没有帮大款 也没有靠父母 短短几分钟 海青就将言多必失 与霍总口出表现的淋漓尽致 他不光让现场的三位女演员黑历史背包 还给胡歌扣上了耍大牌的帽子 当晚海青将周东宇宋家 姚晨良静四位女精扣在了舞台上 发自肺腑地诉说着中年女演员的不容易 他义正言辞地表示 我们没有帮大款 也没有靠父母 此话一出 姚晨的表情瞬间就微妙了 眼神里闪过了一次惊慌 果然海青第一个坑的就是他 因为这样的情况 导致姚晨不得不亲自投资 监制才能抓住送他上青云的机会 为了证明自己还很年轻 所以宋家至今不结婚 还叫我们叫他小花 梁静很聪明 他早早地转了行 他可以一边投资 一边看他老公是否有好的角色给他 在海青的发言中 姚晨是一个无险可拍 只能自己砸钱拍电影的大林女演员 宋家39岁不结婚 一小花自居就是为了装嫩 梁静嫁给导演老公 就是为了从他手里拿好资源 而在场最无辜的属实是周冬宇的 他不属于中年阶段 资源奖项又好到逆天 碰到前辈 在自己面前卖惨 周冬宇直接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此时的宋家 已经全城黑点 尴尬的直扣地板 而海青更是把胡歌拉下了水 所以我们也一定会比胡歌便宜 和他一样好用 希望大家给我们多的机会 胡歌的内心肯定而已 很无语 海青终于抒发完肺腑之言 宋家就直接抢过话筒 此观点只代表海青个人立场 谢谢 说完头也不回的潇洒离场 对于海青的做法 很多人褒贬不疑 有人认为他是真性情 有人则是认为他的肺腑之言用错了场合 因为他当晚所参加的电影盛典 是为了一个发掘推广青年电影人 以及其作品的电影节 海青作为一个有名有利的大前辈 竟然和新人抢镜头要资源 于情于理 真是办的都不太漂亮 我们下期见